主料,鸡蛋3个,洋葱半个,青尖椒4个,红尖椒2个,辅量,油,盐,胡椒粉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鸡蛋3个,洋葱半个,红尖椒2个,青尖椒4个,青红尖椒洗净和洋葱分别切成0.5厘米的方片,大蒜切末,将鸡蛋,洋葱片,青红椒,大蒜放入, 加入适量盐,胡椒粉,用筷子,盐同一方向搅拌均匀,进锅上火放油烧热,倒入鸡蛋液,边翻炒原,带蛋液凝固成熟,装盘即可,烹饪技巧,一鸡蛋是最好的调味品,不用加味精,鸡精二,炒鸡蛋是要大火宽油即炒,这样炒出来的鸡蛋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